这个月25号下午在石门附近渔港旁边的沙滩上 有一名来自台北市64岁的蒋姓富人 独自走到海边企图投海自杀 而当时石门消防分队的队员 正好在附近进行海岸巡逻勤务时 看到这一名60多岁的富人神情异常 缓慢地从沙滩上走向海中 而消防队见状立即冲下去 将这一名富人救上岸 执行防御下午的防御巡逻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签到那个 注射那个签到点的时候 就看到海边有一个富人 就是半身已经进在海里 然后面无表情 然后就是缓缓地向那个海边那里 海上前进这样 那我们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然后就随即赶快下车去把他叫住这样 据了解这一名富人声称 自己有在服用精神疾病的药物 加上与前夫离婚 两个小孩都在美国剩下自己一个人 没有依靠才会想不开 而奖姓富人已经不是第一次寻短了 对当时他是说 他是说那次他是晚上来 然后刚好遇到长潮 海浪一直把他拍打 往后拍打这样 他已经就是现在就是算孤生一人 然后吃了二十几年的那个精神病的药 他觉得就是有胃病所苦 然后他几年前多年前就跟老公离婚了 然后他老公跟两个儿子现在是在美国 那已经都没有在联络 消防队表示这一名奖姓富人 在今年四月也在同一个地点 要投海自杀 不过当时海浪潮水不断地将他打回岸上 才没有自杀成功 而这一次二度来到腹肌 幸好被正在巡逻的消防队员救起 也许是这一名富人命不该绝 消防队也呼吁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循正常管道来解决 也要爱惜自己的生命 记得许多安逸 石门采访报道